我们的前辈也是 失恋这球没有结晶就实际生砍 这就是下拳 最后这个地方都是青的和纸的 后来呢 我们前辈最后 衣服这块都砍个洞 都破了 那个球一发发几 就真是 最后呢 这个衣服绑上也是有洞 最后才练成什么呀 下拳球 它会用这个力量了 如果首先你不舍得砍这个肚子 你永远不会发下拳球 你虽然有点疼啊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当你砍进来那一瞬间 你这肚子上有劲了 它就不疼了 你看我这么喊着声音 你们能听到吗 我不疼 为什么 我这个气在这顶着呢 对 你不能我一砍 哎呀我太疼了 我觉得这个疼了都受不了 但是如果我这个人 就像人要有底气 我不疼 所以你试试 发下一球一定要把 肚皮 舍得砍它 来你发 因为我已经有了 对漂亮 再砍 不够 不要一边发一边走 伸住 伸住 实一点 好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 确实是没有办法一一想 还有一个最方便的 让你发球 能够使上劲 首先有的人会说 我发球发短我也发不了 发长我也发不出去 我总给它发到中间 尤其是你比赛的时候 我越紧张 它越出台 我一紧张 它就出台 怎么办 平时练 那个 发长球啊 我这不是门 你们看着 教练发现自己孩子 或者失恋的时候 发球发不出力量的时候 让它退后 往后退 练发力 看啊 练发力就发下卷 不是玩 人不能懈怠 一定要稍微顶起气来 不能懈怠 目的是让它先把这个力倒到 每天一盆 然后 在台上发 慢慢你就会发现 这个力量它找到了以后 它的稳定性就有了 同时比你训练的时候 有意识地让自己发出界 不要上台发长球 有意识地发出界 为什么有意识地发出界 因为你比赛的时候 一定会紧张 你比赛的时候 一紧张 人就容易收手 所以训练的时候 我有意识地把球 往外发一点 往外发一点 我比赛一紧张的时候 它正好 它正合适 如果训练的时候 我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发 第一 我这个手感没有练出来 第二 我一比赛的时候 我一发长球 直接对人来说是个短球 所以这个是需要教练 跟队员之间的训练方法 练 我这次二十年都没发 就有的时候跟我们家郭琪发一发 但是 你看 它永远都是 你知道怎么使这个劲 好不好 回去的训练方法稍微调整一下 慢慢敲你的肚子 下去把这个肚子 肉 敲到怎么敲都不疼 你就会有感觉 好不好 好 嗯 谢谢 所以我说今天讲的 好像都是这个 这个偏专业的一点的哈 那一会儿我觉得咱们可以 就是来一个 柔系当中的这个 平方球运动 咱们试试呗 这个 这个 就是会打一棒球 不会打过去都没关系